記得! 下午! 今天! 我又! 次次舉隻! 澳洲大龍蝦! 欸!看你每次的龍蝦沒有錢子 站好! 哈囉!觀眾朋友們的觀眾朋友們的大家好!我是翔哥! 這應該是我購買海鮮以來花的第二多的錢的吧! 這我剛剛買的澳龍! 五百六一斤也值是兩千五百六! 可能是我最近吃的太貴了!我問那個老闆 你們那最貴的海鮮是什麼? 你們那最貴的海鮮是什麼? 這裏最貴的海鮮是哪個? 最貴就是奧龍 他說就是這個奧龍 但是我還是嫌太便宜了 後來我又一想 這個比帝王蝦還要貴啊 在我吃過所有東西裡面 比這個還要貴的 那可能就只有 還有呼倫貝爾的草原空氣 那因為它太便宜了 所以我就又買一隻花龍 好小一隻喔 現在我才發現 這個花龍在這個奧龍面前 就是個弟弟 要動好不好 連它的零頭都趕不上 我跟你講我花這麼多錢 你不給我好吃到上天 見你小命 接下來我們就來對比一下 這個花龍 這個奧龍是沒有辦法 用一隻是要拿起的 快幾塊 這個花龍也沒有鉗子 龍蝦不應該都有鉗子的嗎 從外表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花龍 就是很滑 而這個奧龍呢 就感覺要更好看 更霸氣一些 看這個腿的這個色號 還有背上這些刀刺 哇 總體來說這個澳洲龍蝦 看上去真的是非常漂亮 對來對比一下 這個奧龍和花龍 吃起來到底要什麼區別吧 首先呢他們兩個都是可以吃刺身的 其實我還真的沒有吃過這個 大龍蝦刺身 大腸刺身我也沒吃過 首先這種大龍蝦我們就要給他放尿 看 看 看 哇他這一板好厲害哦 完全按不住啊 就是這個地方 一刷穿 殺通 就放尿了 看 看 看 哎呀 為什麼沒有什麼尿啊 有幾滴 怎麼還生龍活活的呢 會不會吧 好像不會吧 送料吧 這個龍蝦不知道哪裡來這麼多水哦 現在我們就去把這個奧龍和花龍煮了吧 雖然他們可以吃獅神 但是對於這樣的活物 你讓我吃的話我會 還是算了吧 蒸糕 我們直接用水煮好不好 太大了沒有辦法蒸的 沒辦法蒸的 為什麼要長這麼長的豬腳 拿去蒸一下吧 啊 蒸好了 真長一口 蠻爽的 現在先把這個花龍掰開 哇 這麼大塊的龍蝦肉 試吃一下 吃起來跟那種大螃蟹的那種蟹肉吃起來蠻像的 可能都是海裡面的蠻木吧 但是它這個肉會更加緊實 更加緊緻 味道不是太多 但是有回甜的感覺 現在把這個奧龍掰開 哇這個真的太大了 剪到剪吧 看一下這裡面肉更多 吃起來不一樣 這個奧龍吃起來更加細嫩一些 而且能夠吃到一種肉的香味 確實是要好吃一些 這個奧州龍蝦 但是我覺得他們總體味道應該都差不多 都是一套龍蝦味 芥末醬油呢 肯定是要的嘛 不用懷疑這就是醬油 這個奧龍比這個花龍的價錢貴了一倍 竟然這是2500 那個才500 但是它的單價貴一倍 這個只是比那個大很多 但是我覺得這個確實是 味道是要更好吃一些 好多水 看下這個芥末試一下 哇不行 但是這個吃鹹鹹的 口味好豐富 好爽 這個花龍就顯得叫小很多 點點醬油 相比起來確實是這個肉好吃很多 反正吃起來是感覺這個花龍的肉就 缺少了一些更鮮美的味道 還自己配了一個讚點 來試一下這個讚點 哇太享受了 這個肉吃起來 繼續吃這個燙龍蝦 這個吃起來真的比螃蟹吃起來還爽 這個比起來螃蟹就是個弟弟 螃蟹肉真的太少了 這個肉超多的 今天吃龍蝦吃這半吃就飽了 這龍蝦腿裡面也有肉 腿裡面也有這麼大塊肉 不過吃這個腿肉的話 就可以很明顯的 感覺到他們是沒有那個螃蟹肉好吃的 但其實這個肉也沒有那個螃蟹肉好吃 螃蟹肉吃著會更鮮美 味道會更豐富 這個的話就是肉多 就吃著很爽 螃蟹的肉是永遠都吃不過癮的 就像大龍蝦可以清蒸 但是小龍蝦就沒有辦法清蒸 我看一下這個蝦頭裡面也是超多肉 全是肉 哇這也是這麼大塊肉 再來一個 哇過癮 吃龍蝦喝酒是經典搭配 但是不能喝太多 少量的還是滿爽 拿個餅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花龍的這個頭裡面有什麼吧 這裡面有黃色的 糟嗎 糟糕了喔 可以喔 拿著勺子來仔細品嘗一下 吃下一點點蛋黃的味道 然後和那個蟹黃的黃也很香 但是它更多的也是像那種小龍蝦的那個黃 味道很濃喔 就吃那個麻辣小龍蝦那個頭一掰開 可是要啄一口嘛 哇 那裡面黃特別爽 然後這個味道可能味道很相似 但是它這個特別細 這個黃就比較好吃嘛 現在我們就用這個澳洲龍蝦的肉 沾上這個花龍的這個黃 嗯這樣吃 哇 肉沾黃吃 果然是經典搭配 說法 吃點這種東西 我來上了一口 人間享受 再吃一節這個花龍吧 我感覺我快吃飽了 真的 你感覺吃完這個澳龍 你不想吃這個花龍 它這個不管是味道還是口感上面 都比花龍要好很多 那怎麼說 總理下來這個龍蝦味道其實也差不了太多 味道都不是特別豐富 怕龍蝦嘛 它這個肉很大塊 吃的也特別爽 如果吃螃蟹的那種肉的味道 再配合上這個的大塊 哇那吃的就完美了 好 那我差不多也吃飽了 那麼以上就今天給大家帶來 五百一斤的澳龍 以及兩百五一斤的花龍 雖然是可以吃吃成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能是 享受不了這種美味 那種組織吃的話 確實也還不錯 大家有機會也可以品嘗一下 看到我是翔哥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請幫我連結和關注 連結和收藏分享 我們下期見 拜了個拜